大家好 我是舞蹈班 我想这个是蛮特别的 在敬拜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要唱歌来敬拜 刚在敬拜的时候我发现一件很棒的事情 就是大家都用肢体来表达 也来跳舞 我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我们对上帝最棒的一个敬拜 我想舞蹈跟音乐是上帝所创造的艺术的能力 那上帝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家 那透过这个艺术 他来投影我们的新来画这个世界 所以呢我们就能够用舞蹈跟音乐来敬拜他 我们当我们在跳舞的时候 我们用我们的情感来表达上帝的爱 跟他的憧憬 那在这个超自然敬拜学校里呢 就是 期待对于就是用舞蹈来敬拜 服饰的弟兄姐妹呢 其实他提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敬拜学习 那其实这跟我们一般我们在舞蹈学校里 也可以舞蹈的任何的舞蹈舞习班 都可以学到舞蹈 但是差别在哪里 差别这些舞蹈是用来敬拜手的 这是最不一样的地方 也是觉得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对然后呢 在这个课程当中 我们将帮助同学认识到就是 你可以认识到境外的舞蹈的关系 对然后呢 你可以就是透过这些 就是专业舞蹈技术的这样的学习 然后引领大家进入到更多元性开放性的学习 什么叫多元性开放性的学习呢 就是 你不仅选一种舞蹈 在 因为在世界上有许多的 这个主义诗歌 有不同的 不同的音乐类型 对 当你遇到了 拉丁 对 我们在不同的国家 连非洲 我都同是不是 对 就不同的 那你就可以学习到 因为太过这个学习当中 我们将教大家 从舞蹈基础到各类型的舞蹈 包括的有 就是有非洲舞 现代舞 爵士舞 拉丁舞 还有街舞等等 你可以在这个课程当中 学到这么多元的开放性的舞蹈类型 然后呢 学到这些舞蹈之后呢 我们再透过这些 来做实际的这样的一个 运用在图音诗歌上面的 这样的舞蹈呈现 对 所以我们将教导同学分别 也会进入到这个 慢版跟中版 还有快版的 进版歌曲的 这样的一个 进版舞蹈的学习 对 那 再来就是我们看到 我很快已经到了第四点了 对 在这个第四点的必选修的地方 然后有两种的学习 一个就是说 就是透过 你看你学会了这么多的舞蹈能力 对不对 接下来呢 我们要帮助同学进入到 这个 编舞的 这样的方面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之后 其实 我们都 相比给你有创造力的 对 那可以透过这些课程 也能够带领大家 进入到编排的 这样的一个领域里头 那除了这个方面呢 也透过极心的训练 让同学可以在敬拜当中 圣灵的引导之下 用 用领悟来自由敬拜上帝 对 当你学会这些舞蹈 你要运用 那当你听到这个 这首诗歌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有的感动 你可能脑里有些画面 你可以来敬拜我的神 对 你透过你所学习的 来敬拜我的神 对 这是已经很棒的事情 那最后还有一个选择是 另外一个选择是 舞蹈行政 那舞蹈行政就是 学习到团队的配搭 分工合作 还有附和的管理 必要合一的当中 来寻求意向 OK 那以及还有行政管理能力的训练 OK 那最后呢 在这个课程的尾声里 也将要带领大家 学习到 我们会有机会跟 现场live band 就是乐团 敬拜的乐团 一起来配搭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的 差异性是在于 我们跟听 因为舞者大部分 都是听音乐 听CD 来做 舞蹈的这个呈现 但是我觉得 就是 我们也会遇到的 就是跟这个 乐团的配搭的时候 可能他会照着 这个CD的程序 但有的时候可能 在每个教会 不一样的运作的时候 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方式 那因为这个程序的不同 所以 舞者我们该怎么样去做 一个谈整 一个弹性 那在这当中 我们也会将训练到 这个部分 所以呢最后就欢迎 每一位想要用舞蹈 如果你有感动 用舞蹈 来敬拜神的 对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 进入这个超自然的学院里头 那一起来学习这样的敬拜 一起来经历这样的一个生命课程 一起来将用舞蹈 还有音乐 很荣耀我们的神 OK 谢谢